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这个单元呢 讲的是交流店 过去呢 我们所有的通通是直流店 那现在开始 今天开始 就要告诉你们是交流店 那交流店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在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电路上面的三个元件 电阻 电容 电杆 这三个元件就是组成 多复杂的电路 还是这三个元件组成的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 这个交流店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把原来我们的电源 support它的DC变成AC而已 那DC跟AC有什么不同 其实最大的不同 DC就是随着时间 不管这个电源供应出来的 电流或者是电压 OK 它都是稳定的 那AC呢 就不一样了 我说它的电流呢 它有正有负 有正有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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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供应出来的没有这么稳定 那它在这边起起伏伏 那 那DC还是AC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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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就还是DC 那这个是AC的情况 所以既然你们已经知道说 AC的相位 它不管供应出来的电压或电流 它是相位有所不同的时候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把一个外界的电源 无论是它的电位 两端的电位 或者外界供应它的电位 把它写成一个cosine 或是sine的函数 OK 那以这边的话就是i t 就等于im的sine Omega t 如果我们把它写成这样的函数 或者你it 是等于v im的最大值 这也是最大值 然后sine的Omega t 是这样子的通通是属于AC的部分 好 那你知道交流电的一个 它的特征以后的话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你既然知道 线路里面三个沿件 一个就是电阻 OK 那一个是电容 那另外一个呢 是电感 对这三个沿件来讲的话 我外界support 一个AC的电源 电源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交流电的样子 那这个电源呢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Vm的cosine Omega t OK 然后 我把这个电源 我们就很简单的接上一个电阻 那这两端的端电压叫VAB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电源 这个电源供应出来的电流一定是跟这个电源 这个的电压相关的 那我们看到的是 那我们看到的是经过电阻两端的端电压 这两端的端电压呢 实际上 你要看的是 它的电流的多广 来决定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的电流多广 实际上 实际上 就是这两端的端电压 除以R 那这两端的端电压 刚好就是这两端的端电压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Vm 写在底下好了 Vm除以R 然后cos的Omega2 好 那你既然知道是这样的话 换句话说 以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函数来表示 把它画更上面一点 那我们说这个是Vt 这个是It 那Vt的部分 是随着 这个 外界的 这个 电源在改变 那VaV 是Vm的cos Omega2 所以 VaV两端的端电压的部分 那就是cos Omega2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OK 这个是T 的部分 那你现在你看到 你的电流R的部分 只是它的大小是改变 它的整个相位 它的相位 是一样的 这个 这个 画的还没很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它的整个相位 跟着它的电压在变化 OK 好 好 这是在电阻两端的变化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电容两端呢 那同样的情况 我说 我说 我有一个交流电 然后接上电容两端 这是C 那IT 那VT呢 是等于Vm Cosine Omega T 所以你现在知道 Vm是等于 Vt呢 是等于Vm的cosine Omega T 所以你已经知道以后 那我们看到 电流IT 电流IT是什么 电流是 单位时间 电荷的变化 换句话说 你在电容上面的电荷 随着时间的变化 就是你的电流 OK 那我们看到的 这下面的电荷的部分 V跟C 跟Q的关系 C是等于Q 除以V 所以 你看到的是 这是电子哦 所以下面的电流 换句话说 上面的电荷的 就跟上面的短电压 它是相关的 那换句话讲 我们 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C DV T DT C C是定值 好 那你把VT 对T 为分 那就变成是什么 C V VM Cosine 对T 尾分 就是Omega 的 -Sine Omega T 这边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符号 我们再进一步把它写出来 我说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Omega VM 对 没错 VM 好 那Sine的部分呢 把它改成Cosine 那符号把它放进来 那就变成Cosine的Omega T 加上90度 那现在你看到了 电流I的部分 实际上 这边我们看到电流I 是VM除上R 的Cosine Omega T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 这VM 除上什么东西 一个 类似R的物理量 那 这个R是电阻啊 那这边对电流而言 我们就叫做融抗 这XC OK 然后 Cosine的Omega T 加就是 那XC是什么 XC 就是等于Omega C分之一 它叫做融抗 电容的主抗 OK impedence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电 这个电容的情况 那你看到电容的情况 注意一件事情哦 你的电流 其实跟 电流 跟 电压的向位角 它是不一样的哦 那X什么 X的90度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把 这个呢 把它画一下 我说VM VT 拿着VM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VM的Cosine Omega T 那现在你发现 电流I 电流I 随着时间的变化 是什么回事 就变成是什么 是 X的90度 这个0的时候 它是负的最大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最大的时候是等于0 然后 这是0 OK 我们看到的是 电流I T 它刚好 电流 跟电压的情况 变成是 电压 跟电流 电流超前的电压90度 的部分 那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 电容的情况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电感 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看到这边 我们说 电流 超前 电压 电压 90度 因为它的Face 是超前的90度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电感 那电感的情况呢 其实跟 电容是 一样的 那现在你看到 一个交流电 那我把它 接一个电感 好 那一样的 我们看到 N cos Omega T 那现在你看到 我们说 VT 是等于VN的cos Omega T 那这两端 的端电压 好 你看到那两端的端电压的时候 那 I T 跟 那两端的端电压 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 本上面 这两端的端电压 AV VAV 是不是等于L DI比T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 你把 I的部分 DI的部分 我把它 移上过来 就变成是 VAV除以L Omega VAB 两端的端电压 跟I的关系 就 出来了 我们把它放进来 这个 VAV的部分 这两端的端电压 就是这两端的端电压 所以我们说 这是VM除以L Cosine Omega T DT 你把它两边 几分 你就可以看到 IT的指 实际上 就等VM L Omega Sine Omega T Omega T 加上 一个Constant C 那 实际上 我们说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它电流是等于I 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 当T等于零的时候 T等于零的时候 T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令它I 是等于零 那 你就可以知道 T等于零的时候 I是等于零 那T等于零 这项等于零 那I是等于零 所以其实C的部分 我们把它放进来 是等于 这个 啊 等一下我看 C就等于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IT 就等于 VM除以Omega L Sine Omega T 那我们进一步把它写一下 就可以写成VM 然后 一样的跟这边一样 找一个跟电阻类似的物理量 这个就是 轰看 哎 那个桿看 电桿的桿看 那XL 那我们又希望 跟电压去比较 所以你现在把它写成 Cosine Omega T 减掉 90度 才会是 Sine Omega T 所以 你马上你可以知道 这里的XL 实际上就是 Omega L 那 这个Omega L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电桿的桿抗 电桿的桿抗 好 他是 OK 所以 你从这里面的分析里面 你看到 我们把它的VT 这是电容两端的 我如果把它 我如果把它 画在这里 好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VN的Cosine Omega T 然后 对应的时间 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看到的是 电流 的值 它等于是 电流 落后 电压 90度 这三个东西 你要把它完全 理解 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嗯 没问题 没问题的请举手 好 都没问题 那接着哦 不要写了 注意看我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要来做一个事情 我们叫做Facial OK 你这样子画 太麻烦了 我说 我就做一个像图 这个像图是什么呢 在店主的情况 假设 我现在已经假设 这个VT是等于 VN的Cosine Omega T 那我就直接 在这个像图上面 就画 这是VT的情况 然后Omega T 那代表 VN的Cosine Omega T 是什么 代表的就是 投影到X轴上面的 VN 是不是就是V 这是VN吗 最大值 VN的Cosine Omega T 对不对 所以呢 你随着时间 在改变的话 你可以V VT啊 是不是就是 在这边 随着时间在改变 所以 投影到X轴上面的就是VN Cosine 我们给T这个改变 就是这个大小在改变 OK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嘛 对不对 好 那 那 你既然V 可以这样 那 电流应该也可以 那电流呢 跟电压的关系 在 R的时候 它的相位是相同 只不过它的大小 改变了 所以我们把 IT 把它放下来 IT 把它放下来 IT的大小 就是这里 它的大小是多少 是VN 除以 Cosine Omega T 那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 接下来 我们不再写这个了 我们就直接 画Festel 就是什么 你知道你画的意思 就是直接把它画起来 就是这样子 就是电阻R 电流跟电压同相位 它的相位角是Omega T 那你知道 到时候要读的时候 你就把它投影到S轴 它多大的大小 你投影到S轴上面 就是你的子 VN的 除以R的Cosine Omega T 这样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X轴 你现在X轴都不用 就是X轴上面 你投影出来 这个就是VN 除以R 的Cosine Omega T OK 那有同学说 老师我不喜欢 假设 是VN的 Cosine Omega T 我说没关系啊 其实交流电 不一定是从 交流电不一定是这样子啊 你可以假设 你可以假设什么 VN 是 Sine Omega T OK 假设你是这样假设的时候 你的Facial 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 你未来 以后要读它的值大小的时候 你就要去读 Y轴的大小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的Facial 一样的是 化成 Omega T VT 然后 我要读它的时候呢 我就变成 VN Sine Omega T 然后 你的 IT 那一样的 你是读 I N Sine Omega T 那 你要读X轴或Y轴 都可以 但是你要前后一致 前后一致 OK 好 好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都假设是 Cosine Omega T 所以我们都是读X轴 你要知道 那现在的情况呢 好 这个呢 这个是电阻R上面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L上面 C上面的呢 VM VM Cosine Omega T 我马上就画出来了 那IT在哪里 IT 我们刚刚已经告诉你了 电流是超前的电压90度 所以它的相位角 是VM加上90度 换句话说 你现在看到你的相位角 Omega T 还要再加90度的相位角过来 所以你现在看到 好 我直接读 好 我直接读 这个 X轴 我就变成是什么 这个值的大小就是 IT 就等于 I M 然后 Cosine Omega T 加 Y 加90度 那I M是等于多少 I M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它是VM的最大值 除上它的融抗 XC T 然后Cosine Omega T 加90度 有没有问题 好 那电容 知道了以后 电感呢 电感的部分 那个闭目养神的同学 你们要集中精神了 一样的情况 这是VT 相位角是Omega T 那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说 在电感上的 电流 是Omega T 减90度 所以你要Omega T Omega T 减90度 所以 这个角度 就是Omega T 减 二分之π 要了解吗 所以我们直接 提出来就是 我们的IT 就是 I M 的Cosine Omega T Omega T 减2分之π 那也就 I M 等于多少 就是VM 除上 XL 的Cosine Omega T 减2分之π 那XL 是等于多少 XL就是Omega VT 这就是VT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要假设成Cosine 过Sine 就看你自己的方便 就看你自己的方便 没有一定的答案 没有一定的说 你一定要假设成Sine 过Cosine 要一致性 全部要一致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请举手 好 很好 那单一个都没问题 那我们接着 我要把 RLC的电路 放进来了 那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分成两个来讨论 第一个就是 这RLC电路是串联的情况 好 外界有一个交流电源 然后呢 R L C 那我 基本上面 第一件事情 我就先假设 我的Vt呢 是等VmCosine的OmegaP 那一旦 我知道 我Vt是 Vm的Cosine OmegaP以后 那 我说 我的电流 iT 我不知道 那我说 好 假设 我iT 是等于一个 i的Maxima 然后 Cosine 的Cita Cita 多少 我不知道 因为Cita 跟OmegaP的东西 的 关系 是我们要求的 但是 因为我这样 假设以后 我马上 我知道 在AB两点的端电压 BAB 因为电流 I 那 我们这两端的端电压 就是 in 乘以R 的Cosine Cita 然后 V 到 D 的端电压 V VD 的端电压 OK OK 这两个端电压 你就马上可以知道 它是 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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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电流 落后 电压 90度 所以 你知道 电流 要落后 电压 90度 换句话说 我这边 它的 Cita 角 I 的Cita IT 这个角度 是Cita 所以 我的电流 要落后 电压90度 那我换句话说 我这边是Cita 加90度 才会 电流 落后 电压90度 那 它的前面 VL 那 VL 是等于多少 VL 的值 我们已经 刚刚知道了 I N 乘上 它的 档 Omega L 然后 Cosine Cita 加90度 OK 再来 D E 那 是 VC VC VC的部分 呢 电容的部分 是什么 电流 超前 电压90度 所以 你现在 你电流 已经是Cita 角落 换句话说 你电流 要超前 电压 90度 那我们的 电压就是 落后 电流90度 那就是 I 那 这个 XC啊 是等于 Omega C分之1 Cosine Cita 加90度 这是 你马上分析出来的结果 这结果 那这结果呢 VAB 加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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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这个加起来 是不是就是要外界的电压 VD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我把它用Facel 画出来一下 我说 我的电流 我已经知道 它是 I N 的Cita 角 Posine Cita 好 那 电阻 VAB 的两端 它VAB 再来 我们看 这是电感的两端 那 它是超前 电流 90度 所以 这是90度 OK 所以 它的大小 是 I M Omega 没有问题 就是V 那 电流两端呢 这也是90度 这是Cita 那 这是简单 OK 那 这是V C 也就是 I M Omega C 那你已经 把它画在上面了 那 目的要 干嘛 目的是要求出 这个 这个 这个加总起来的结果 跟它的关系 是多少 那 我们知道VM Cosine Omega T 所以你把它加总起来 加总起来的结果 是什么 这个 加这个 你把它剪掉 XC 我把它弄短一点好了 这样 你可能会更容易看得出来 被剪掉的部分 对 好 那你就剪掉 它这一段 那 这一个 就是已经 V L- VC 了 然后 再跟 它合成 所以你把它加起来 合成起来 那 总共的值是等于多少 总共的值是等于 这个橘子色的 Total加起来的总共的值 就是VT 那VT 我们已经知道是VM 这个角度 是Omega 那 有没有问题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就来算一下 到底 VM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看到VM VM实际上 就是VM VM呢 是等于什么 等于 VL-VC的平方 再-VR VR就是VAB VM的平方 再开根号 OK 那 它等于多少 VL的话 是 I M 乘上 XL 减掉 I M 乘上 XC 的平方 再减掉 I M R 平方 开根号 所以 I M把它 起到外面 OK 就变成XL-XC 挂号的平方 就是加的 加R平方 加R平方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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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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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XC的平方 加上R平方 2分之 我们称为 impedence OK 这就是 它的主抗的部分 好 那 那句话说 你现在你知道 如果 你已经知道VM的时候 我就知道 RM的结果 RM就等于 VM 除以Z 的值 OK 那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的是 C他角 C他角 其实可以 很容易算得出来的 C他角是等于多少 C他角 其实就是等于 Omega C Omega T 减掉什么 这个角度 这个是FY角 OK 所以C他角 就等于Omega T V 减 Y 那 Y角 是等于多少 Y角 的部分 Ten of Y Ten of Y Ten of Y 呢就是 V R 分之VL G VC OK 这是Ten of Y 的部分 OK 所以 FY角知道以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到 FY角算出来以后 我的I IT啊 实际上就是 IM VM 除以Z 然後Cosine 的C他 C他的话就是 Omega T 减 那你就得出你的答案 OK 那这里面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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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的请举手一下好吗 有问题的请举手好 好 好 这个图 哪个地方不清楚 第一件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串联 里面相同的都是电流 所以你知道 它的两端的端电压 加这两端端电压 加这两端端电压 就要等外界的 电压值 所以 每两端的端电压 我都知道 算出来以后 那算出来你 你可以这样子去算啊 OK 很复杂 但是 用FY角的概念 就很简单了 你知道 电流是你 一样的 这个电路里面 共同的 因为它是串联 所以我把电流就先画出来了 电流画出来以后呢 我就要开始 把这三个 因子 它的FACEL 把它画上去 然后用FACEL 的加法把它加总起来 就是等于它 好 好 那你现在也看到了 VAB就是VL VR 就是 这个就是VR cos 所以它是这个 就是红色的 OK 因为它相位相同 因为它相位相同 电压跟电流相位相同 就画出来了 它 它再来呢 就是电感两端的 电感两端的是什么 这边已经告诉你了 电感两端的是电流会落后电压90度 或者是电压要超前电流90度 你也知道 电压超前电流90度 所以 我们马上可以知道 电流 在这里 电压超前电流90度 所以你要画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VL OK VL的值 绿色的 好 再来是电容两端 电容呢 是 电流超前电压90度 所以 电流要超前电压90度 所以这是VC 实际上VL跟VC是什么 相位差180度的 它的大小 你相位差180度 所以你这个 这一个 减这个 你是不是扣掉 这一段 就变成 这一个就变成 这个扣掉的大小就是VL-VC 然后你还要加VR OK 加起来的话 总共的结果就是V 橘子色的 就是外界的电源 所以这个的值是等于多少 V四定理 VR的平方 加VL-VC的平方 开根号 就是VM 有没有问题 那VM你已经知道了 好 那VM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可以把 这个整个 这个整个把它变成是一个 电路上面的 这个 Impedance 应该算是 电阻尼的部分 那换句话说 这个电压就等于 RM Z Z就相当于那个 电阻 或者是龙抗跟 港抗的 这个什么 相同的这个地位的部分 那这个阻尼多少 就是这个值 OK 所以我们 我们刚刚假设的这一个 我们马上就求出来了 RM的值 实际上 就等于VM除以Z 那 这就是RM的值 那接着我们要知道相位角 CTA角你已经知道了 你也知道 VT是等于VM的cos Omega T 所以这个是Omega T OK 所以 CTA角知道 那Omega T 角知道 你唯一不知道的 就是这个FY角 FY角是等于多少 FY角就等于Omega T 渐 对不起 你唯一要知道的 就是CTA角 那CTA角 等于多少 就是Omega T 减FY角 那FY角其实就是 Tenet的 这一边比这边 VR比上VL 减VT 就出来了 OK 那唯一这一个问题 它有几种Case 第一种Case 当然是我们这边画的 然后第二种Case呢 我说 VR 你已经知道 那我们刚刚画的是VL 大于VC的情况 那VL大于VC的情况 就是VL大于VC 那有可能VL小于VC啊 VL小于VC的话 VL 然后VC呢 所以 当这两个相加的时候 你出来的结果是等于多少 这个VC 这个VC 减掉VL的部分 那这一段 就是VC-VL的部分 那你把VC-VL 这个结果 再加上VR 合成起来 那就是我们的VT 那VT的部分就变 OK 所以在这时候 你会发现 整体的电路 跟这个电路 唯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这个电路是电压超前电流 但是 在VC大于VL的情况 是电流超前的电压 唯一不同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面 这里就是 这个角是Omega T OK 那一样的 你可以去计算 这个大 这个角度 是Phi角 那Ten of Phi 是等Vr分之 VC-VL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的θ角 基本上就是Phi Omega T 减掉 Omega T 那也就等于 Fu的 Omega T 减掉 Omega T 减掉 Vr分之VC-VL OK 所以 实际上 实际上 这两相 这两个Case 它是两个极端 那如果 VC等于VL的时候呢 那就很单纯了 这两个都没有 那等于是什么 L跟C的地位 全部通通 刚好 全部抵消掉 那 就会什么 I T V R 然后 VL 然后VC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所以合成起来 Total的VT 就等于VF VR 然后 这个角度 就是等于Omega T 换句话说 θ就是等于Omega T OK 这是一个Case的部分 那 这三种 都是可能发生的情况 那这三种的发生呢 基本上面 你可以去 在 这三种情况 你可以去调整你的Omega值 因为 你看到你的 VC跟VL的值 其实是差别在哪里 VC是等于多少 VC是In 乘上Omega C分之一 那VL呢 是In 乘上Omega L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值 就相当于是什么 在这个Case上面就是等于 Omega C分之一 大于Omega L 那换句话讲 Omega 把它移向过来 Omega平方 就要小于 LC分之一 那这个情况 是Omega平方 要等于 LC分之一 OK OK 然后这里呢 就变成 Omega平方 是 大于LC分之一 换句话说 Omega 那 在等于 Omega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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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你现在也看到了 你整个的问题 我随着Omega改变的时候 因为我的电路 Omega C是已经固定啊 R也固定了 但是我改变Omega 我就发现 一个有趣的事情了 那我把 这个 XC 它随着Omega 的关系 把它画出来 然后 这个 L 也把它画出来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你把 XL-XC 的部分 把它 一减 我把它 Z的部分 把它 合成起来 刚刚我们讲的Z 把加 总起来 那就是这个值 就是 就是 你看到的 我们对整个 impedence 的情况 那在这一点上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 Nature Frequency Omega 那 是等 那边告诉我们的 OK 那 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Z0已经知道了 上面已经告诉你了 OK OK 那I呢 这大概就是 Om 所以 你会发现 啊 这个整个 电流 的关系 那 电压的部分的话 呢 我们会看到 OK 那我们会看到 这时候是 电压 超前 超前 电流 然后这时候呢 是 电流 超前 电流 OK 所以 整个的情况 你就可以看出来 那有没有问题 那你一旦你把这个图 画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看 那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流 I 在这个电流 I里面 你告诉你的 一个有趣的事情 是什么 当我的 Omega 是等于 根号 L11分之1的时候 我的电流是会最大值 所以 你如果 这个电路 那你就可以去调一下 那这个是可变电容 或者 可变电容 或者是可变的电感 那去调调调调调调 调到某一个值的时候 那它的电流就是最大值 就是部分 OK 这是电力公司给你的电 Omega 那它的 Omega呢 是已经固定了 我们的 电力公司 给我们的电 Omega 的话是 60赫兹 电源 OK 这是 外界的电源 那你可以去调 你的电感 或者你的电容 它是可变的电容 跟可变的电感的时候 然后去调 调整到什么 调整到 调整到 Lc分 根号Lc分之一 是Omega值的时候 那你就是 跟这个电路 跟你的电力公司 产生给你的电 是产生 共振的情况 OK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 这整个回路里面的电流 是最大的 这样了解吗 这是 Rlc 串联电路的 一个方式